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倒过垃圾呢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倒过垃圾的经验吧 特别在夏天的时候一天没有倒就容易有味道 还可能会滋长一些小虫 住在大楼里面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去赶垃圾车 只要拿到社区的垃圾厂 但是大楼呢也需要有清洁人员 定期的去收定时去处理这些垃圾 要不然我们的大楼呢就会滋养细菌啊 变得很臭哦 每一次我看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垃圾的时候 我都会对他们说辛苦了 心里面呢也对他们是敬佩不已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处理起来 可以让那个垃圾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会臭臭的真的很厉害 后来呢我才发现是每几个小时 就会有人来处理这些垃圾 要不然这个社区有上百个住户 不到一天就臭气冲天了 有人问我说 经常有人向他倒苦水怎么办 哎我就想到这个倒垃圾的比喻哦 有人呢自己不肯拿垃圾去倒 等到垃圾满出来了就想要找一个人呢全部倒给他 其实啊也不能说这个人倒霉 因为通常这个倒霉鬼呢 就是我们的手足 我们的家人 或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因为爱我们在乎我们的缘故 他们不忍心拒绝我们 有的时候呢跟好朋友聚会 是为了要享受这个邀约 享受这个聚会的时光 最后呢却变成了倒垃圾大会啊 亲爱的朋友 关于倒垃圾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今天的Easy谈生活 让我和你分享顾美芬老师所写的这篇 有关于心灵的倒垃圾的好文章哦 今天的Easy谈生活 我想和你分享的是顾美芬老师所写的 关于心灵的倒垃圾 在网络上面有许多的清洁答案人 都提供倒垃圾清洁的妙方 比方说用小苏打来除臭 这就好像我们在和对方交谈的时候啊 对方一直不断地跟你倒垃圾 但我们已经告诉他说 好了够了 我觉得已经听太多了 能不能够停一停 也让我静一静 可是对方还是滔滔不举地不断地说 我们若身为家人或朋友 除了再次给他鼓励 或者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为他祝福祷告 带着他一起将受伤难过的事情 交托仰望给上帝 再次地为他包扎伤口 但是如果他又要撕开这个伤口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阻止对方不断地重复 这是爱对方的表现 因为抒发有时 消毒过后就要包扎等候痊愈 另外呢 我们面对倒垃圾的时候 合一地处理方式 才能使双方得到益处 很少有地方可以接受无限量的垃圾 人也一样 不可能无限量地接受 别人向我们倒垃圾 我们要协助对方去对的地方 来丢掉这包垃圾 而不是积存在我们自己这里 而当我们自己有垃圾的时候 也要知道怎么分类 压缩 减重 放对地方 给对的人去收 一大包的垃圾很重 背在身上会让人走不动 跑不远 背久了 还会变成驼背 身体会变形 更何况这包垃圾还会发臭 应该要赶快找个地方 把它放下 把它处理掉 让自己呢 恢复那个自由跟轻松 才能够继续地往前迈步 什么样的垃圾需要处理分类 赶快把它丢掉呢 也就是完全用不着的 就是垃圾 那些不真 不善 不美的东西 是需要放下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一大包的过错 或者是别人的一大包或一小包的过错 我们的心都不要停留在这些过错的上面 而是要去注意那美善的 也就是在圣经的 腓利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设想你心中有没有累积的垃圾呢 也许是累积了一天 两天 或者一个礼拜 或者整整一个月 甚至可能是好多年了 面对这些垃圾 你处理掉了吗 当然要处理这些心灵的垃圾 特别是累积已久的 好像不是说的这么的容易 然而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他乐意成为我们的医治者 他医治我们的伤口 重新为我们包扎 并且释放我们的疼痛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他也是最大的 而且是全能的垃圾处理场 他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们心中的垃圾 甚至他知道怎么废物在利用 他让这些垃圾 重新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养分 要帮助我们 重新在软弱跌倒处站立起来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 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 我世界在你手中 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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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世界在你手中 我相信你是一致者 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我相信你是我福分 我相信 我相信 超过我所求所想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